好 再来看一看呢 这电影版有一个超级阿嬷 现在台湾呢 也有出现真实的超级阿嬷 这一名60岁的宋阿嬷 自从20年前先生过世之后 她就独自抚养 包括呢 两名英雅儿女儿在内的六名子女 那么如今子女虽然各自嫁娶了 不过呢 也因为有一名儿子呢 阴暗入狱 那么呢 还有英雅三名女子呢 这个留下来 四个孙子呢 总共都是要请阿嬷来照料 所以呢 平时这个阿嬷呢 就靠着呢 当搬运工啊 四处减实一些回收户 一个月呢 有7800的收入 扣掉房租3500 再加上呢 社会处每个月呢 4200块钱的儿少补助 日子算是勉强过得去啦 不过一直呢 到去年警方介入福岛 才发现原来送阿嬷呢 非常的辛苦哦 就像是台湾版的 左鹤的超级阿嬷